大家好 21点55分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 他就一直没办法手动停止 没想到就遭到的无数人的办法 而且在线下某个汽车品牌要求我删除视频 否则他们要求我赔偿 我仅仅是一个修理工 我从来都没想到 因为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会引起这么大的虚然道波 雨夜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今后我一定会谨慎也行 给大家传播更多的修车小致 仅仅是因为在我汽车车的时候 当时我遇到了一些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昨天我看到他的视频了 他就是吐槽了一个国产品牌 其实他也是吐槽几乎所有的中国所谓的国产品牌汽车 我觉得昨天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因为维修难度非常大 这个各种的设计都不合理 但是那个品牌今天出来 对吧 威胁他了 他也只能是忍气吞声啊 再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有一段文字 说 我叔 他叔叔啊 不久前跟我爸妈说 单位下文件了 通知年轻人结婚 生小孩了 单位下文件了啊 这哪有的事啊 这西方国家 不可能啊 只有中国啊 中国过去 比如说有婚姻法 男的22 女的20 但是单位说了 哎 这个要求你晚婚晚育 所以有的时候好像男的27 女的25吧 啊 具体年龄我忘了 但是这都是违反婚姻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你个人欠缺很多权利 啊 你要想结婚 单位得给你开介绍信 这听着匪夷所思 我结婚跟单位有什么关系 哎 他就管你 是吧 现在又鼓励了 那会是非让你岁数大才能结婚 说说的算委婉的 大概就是二胎起步 这意思啊 就你至少生俩 说这是一个国企 朋友的家属是司法局的 我看看他们啥时候 接通知 还有件事 是我爸妈认识的 小夫妻俩 决定堕胎后 过去大半年了 过去大半年了啊 都大半年的事了 把一个孩子给流产了 接到社区的电话 问为什么堕胎 你他妈管着吗 你 你压暗的管得着吗 人家两口子的事 人家不想要跟你他妈有什么关系 对吧 我妈说 她觉得好恐怖 这老太太是吧 哎呀 这个中国这个很多事情 在一个文明社会 都是不可理解的 也不可能发生的 在中国天天发生